二十三年前 一名大怒女子 声称有透视能力 还可以隔空抓药 来台湾到处替人看病 没想到是一场骗局 你伸手 你伸手 伸品 有岁 它就可以透视人的人体 像X光机一样 那我不晓得 如果张颖这么厉害的话 真的应该要把它 找来好好研究一下 因为人类也会不用X光机了 那至于隔空抓药 这个功能 这个能力 它又是怎么来的 他讲 他说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会儿他遇到了龙卷风 他说他当时跟着一只猪 一起被卷到天空上去 他那时候那只猪一百斤 就砰一下摔下来 那只猪就死了 可是他摔下来之后 他既然没死 他难不死 他大难不死了 他昏了七天七夜 后来他醒来了 他就有隔空抓药的能力 他的名字一进入我的脑子里面了 然后呢 我每天九点的时候 我必须九点半休息 休息九点半的时候 我就往外发一种信息 有好多人从家里面 都能得到我的药 因为他家在哪 实际有的我都不知道 用到现场 在家也可以拿到药 真的是越说越匪夷所思 就这么一紧 就脑子这么一中 就好通 就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人 就往我手上送来的药 把你的手伸出来 电视台文风来采访 张颖名声传遍全台湾 执一声浪也随之而起 张颖决定召开记者会 声称能够当场证明 自己的特异功能是真的 阿平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